十地菩萨的远行地菩萨 是七地的菩萨 他安住在灭境地中 出定 入定 随念自由 他度化众生 有无限的方便 成佛远大的目标 即将到达 所以叫做远行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先合掌 来跟我一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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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同学 大家请放转 各位师傅 各位同学 大家请放转 我们今天是色客 那大家放轻松一点 我们要来跟大家谈 这个人际关系沟通的技巧艺术 先谈技巧再谈艺术 艺术比较难一点 那我希望说等一下多一点互动 互动常常比较精彩 所以我讲互动的话就是 你也可以当场问了 当场问会比较及时一点 首先就是 怎么那么热 你们学校不让开冷气 因为没有缴钱的关系 没有租到 所以这一点是不开冷气的 我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带了扇子来 我知道大概会是这样 色客 其实我告诉诸位 人际关系真的很重要 我想大家有个很有名的 好像说 很难说 这样网路已经乱七八糟了 网路上说是谁讲的 又谁讲的 我不管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道理 他说 不是有一个什么 号称大学教授 他说在一个毕业典礼上 他跟同学讲说 你读些什么 或者你有些什么能力 他有两套说法 第一套说法是说 你在哪个学校毕业 或你会什么 或者怎么样子 都不是 刚开始只有毕业当中的前三年 或者前五年 对你有帮助 之后的话 就会看你的工作经历 或者你的人际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这个历史的说法是说 其实你会什么 或曾经做过什么 还没有比你认识谁来得更加重要 有这两类的说法 这两个说法当然不能够全部就这样很极端 就是说这样相信 但是他提醒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今天这个社会一定是人际团队关系的 哪怕你自己当医生做个小诊所的这个什么 这个老板 你自己做医生好了 我总是不需要团队吧 也要 你不需要有一个护士吗 帮你在门口招呼人 或者帮你开开药吗 难不成你既做医生 然后又要去开药 然后又要招呼人 又要去管你的病人的这个排班 或者是这个先后顺序 不可能吗 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护士需要跟你配合 乃至两个 对吧 就最极端的到这种程度 你还是需要一个小团队 好了 我们都撇开这些好了 你在工作场合当中你也需要团队 那你不工作你自己家里做老板 OK吧 可以 但你还要跟你老婆或跟你老公 或跟你的儿女 或你儿女的同学或朋友 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这一辈 或者你的兄弟 也算是一个沟通吧 对不对 难不成你都 这些人都没有关了 然后就死往来了 也不可能 所以其实讲到人际关系的沟通也好 或者是沟通的艺术也好 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说他不能等闲四肢 他其实牵涉的层面相当相当的广 而且他近乎决定了你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快乐跟不快乐 工作上面的能力有无 其实我们慢慢的就可以知道 很多种工作其实他都可以透过好的人际关系跟互相之间的熏悉 然后学出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好的人际关系跟好的沟通能力 即便你最后很有能力 也真的会把你生活搞挂掉 有个最有最明显的例子 就最近才发生 不是最近 昨天 前天 前天才有一位 我当兵退伍之后 三十多年没见过面的 而且还是不同办公室的 他是所谓的什么艺人 他是所谓的叫做什么 长辈役 而我是艺务艺 我是大学毕业 去当空军的战中士缺 那实际上是挂下士 这样子的人 这是所谓的艺务艺 而他是所谓的长辈役 长辈役也就是读那个所谓的军官学校 四官学校毕业的 来的 你看我们的关系其实拉很远的 我们的社会背景关系都是拉很远的 但三十年后他还来找我 不是说我人际关系很好 到底不是 我重点不在讲这个 我重点在讲说 讲一个双方面的关系 他为什么来找我呢 第一件事情是他有一位同样是 这个士官义的 后来也转军官了的一个同袍 那他也不跟我同单位 那个他的朋友也不跟我同单位 但是后来他生病 那么他们同样是也不同单位 他们也不同单位 但是因为单位很近 维修单位很近 他是维修 我们是维修飞机的 然后呢共同有学佛 他们两个有学佛 有学佛在另外地方学 而我呢我跑丹邦 我是大学艺 就是大学的所谓的那个义务艺 那我走我的路 但是因为都有一点学佛嘛 他稍微认识一下 后来三十年后呢 因为他的这位朋友 当年带他学佛这位朋友住院 其实病得严重 但不会立即死掉 是长期病这样 然后他就想到了我 因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我出家了 我出家了 那他想到我是什么 三十年后这个人际关系接上来了 那想到我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是我出家了 第二个就是他的朋友当中呢 很多人去做妙工 很多人去做妙婆 都是当年的士官义友 也就是国家军人 国家的所谓职业军人这样 士官嘛 士官义 所以台湾的宗教 宗教为宗教界的工作 工作机会还蛮多的 那些人都去 不少人 他的朋友当中不少人去做了 什么了 妙工妙婆 道教的 那因为我在做宗教基本法 我就开始又跟道教的人接触很 就不违和 因为我需要他们的协助 然后他在网路上看到之后 他就想到说 他的一个朋友需要我去慰藉一下 而我们三个人彼此都认识 这样就三十年后 他再来找我 他再来找我的时候 情况表现出什么状态呢 表现状态就是 他替他很好的同样军中士官学校的好朋友 而他正在病中 然后他找到了一个 我曾经跟他们都有关系的一个出家师傅 从哪里呢 从台南到宜兰 多远啊 近乎最远 这样子状态 然后去看他 然后看他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就是说 他为他的同侪完成了一件人生重要的托付的工作 就是说有了一位师傅去看他 他觉得好安慰 特别是在军中的曾经认识的 那这代表什么 就那位病人来讲的话 他的一生其实也 他曾经领过国家的奖章的人 也就是换句话说 他其实是一个蛮成功的军人 另外这一位呢 是他的朋友 那么他做了些什么事 他们两个人在我身上做了些什么事 完成了什么事 一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军人 到了中壮年 被后期因为疾病的磨难之后 他的那些丰功伟业都不如一个 他相信的师傅去看他对他的生命的慰藉 跟给他生命求往生的这个指导 来得更重要在后段 这第一 第二他就极为感谢把我再重新拉上线 去看他的他的同袍 而他的同袍因为找到我 然后去看他之后 他前天又来看我 他来跟我表示什么意思 他说他这一生都在做夜市的工作 其实忙到不行因为他已经退伍了 那做这种工作其实忙到人生都不知道价值在哪里 就因为把我引进去之后他重新找回了学佛 或者是人生原来还有赚钱以外更加踏实的 更有价值的事情 我说有这么严重吗 他说有 为什么 因为他为了要找我的话 他网路找片问了好多人 就是要找到我这个电话 是怎么样 奇怪 他为什么不在网路上一笑就可以找到我了 他情况是怎样我不太清楚 还是他觉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然后也因为在这段时间 他在找我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看到我的演讲了 那他开始一直在听演讲听演讲 他为了要找跟我谈话的这个连接点 他结果就是一事成主顾 他自己忘记要为了要找我 他在网路上面YouTube上面已经听了好几个月 连他太太一起听 听了之后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那因为改变了 然后再来改变了 然后所以他特意的骑机车 骑两个小时的机车 从屏东来到万佛寺 然后跟我只为了讲 好像只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觉得他生命有所改变 那当然是我们说我们出家人 给他一些改变我们也很乐意 但他真正的意思不是这样 今天我拿在这个题目上讲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真正意义是你可以想象 如果当时我学佛的时候我很酷 或者是我看他们这些人都抽烟喝酒 身上又刺青 然后我远离他们 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是所谓的 这个什么长辈义 你们是职业军人 那我是什么样子 我是我来当一年八个月 我就走人了 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可能在三十年后再接上 这种很好的佛法关系 那意味着什么 因为人际关系 他必须要拉长来看 但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朋友没什么 因为他是大二我是大三 他是研究所的学长 我是我正在当干社长 我是焦头烂额 然后他可以晃来晃去 你好像觉得这样生活 好像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生命在这个状态底下 我们差别很大 然后我们就说我不需要太用心 或者我反正他忙他的 我的事情他也帮不上忙 所以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不要以为是这样 我生命当中太多这种经验了 那个从来八竿子觉得没什么关系的人 他居然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或者某些情况之下 他产生很关键的 要不就协助 要不就转类点 要不就是启示 要不就启发 要不就是协助 要不就是同行 要不就是给你一个逆向思考 所以人际关系 我讲了两件事了 第一件事是 他永远存在关系 无论你最后选择的工作 或者打算过的人生 怎么样再狭小 你都抖不开人际关系 最简单的 出家别提 出家一定有一大堆 更多人际关系我跟你保证 我如果没出家没有机会认识你们 我大概只认识老婆 对不对 或老婆他的朋友 或者我工作中的朋友 我绝对不会认识诸位 对吧 特别是在我这种老头子的年纪之下 都快六十的人 我怎么可能认识你们 对吧 所以出家是更复杂的人际关系 你就别提了 但我们讲在家人 在家人的关系呢 我说再小再小 也有跟老婆的关系 的人际关系 或者跟老公的人际关系 或者跟老婆的爸妈的人际关系 或者跟老公的爸爸妈妈的人际关系 对不对 再小也有这种关系吧 是不是 然后你就开始看到发现了 你会有儿子或女儿对吧 然后接着就会有你女儿的 幼稚园老师的人际关系 那就出现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甚至于有你女儿 你那个小幼女儿 幼稚园小幼女儿的 坐在隔壁的那个小男生 要不就是被你的女儿霸凌 要不就是他霸凌你女儿 因此你就开始跟那个 他的同学的爸妈有人际关系 对不对 先记得 你永远躲不开人际关系 相信我 你最惨的还有一个人际关系 是什么呢 你下午五点半 那个什么呢 少女的祈祷声音出来了 要赶快把垃圾弄出去的时候 跟那个开垃圾车的人际关系 因为他在你家门口居然没停 然后你去跟他讲说 你不能在我家里门口停一下吗 他说不 我的只能停在那里 我的意思是太多了 太多了 你去Saven买东西 也会是一个很紧凑的小人际关系 为什么 因为奇怪 你这怎么不能感应 我没带钱包出来 我一定这样感应 对不起 我们今天刚好感应器坏了 然后你要有什么态度对待他 这不也是吗 所以人际关系有预计的 有躲不开的 有临时出现的 你都在跟人关系 人际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人际关系的最核心就是一个自立立他的核心关系 你别忘记了 未曾佛道先劫人缘 他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菩萨道关系 他不只是一个就业 或者是跟家里的一个关系 那比如说 我们有同学上次问的那个所谓的 什么感情勒索 哇 那个在网路上马上大红 因为太多人有一样的问题 是这样 那种题目反正就是很 很红就对了 那这是家里的人际关系 感情勒索就是一种人际关系 对不对 所以其实人际关系直接反映了什么 我们的价值观跟个人修养 还有与人相处的智慧 好难 他马上每天都在考验 价值观 什么价值观 比如说这个人 我干嘛跟他多说话 看我就烦 为什么 因为他穿拖鞋 你常常都是穿皮鞋 或者穿一个很好的 就这样而已 你的价值观就认为 在这种场合 怎么可以穿拖鞋呢 你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而已 你不知道他搞不好是教授 很多教授穿拖鞋来上课的 你怎么知道呢 就比如说这一类意思 第一个牵涉价值观 牵涉一牵涉到价值观 就牵涉到你对周边人的 第一眼印象的判断 对吧 我们误认为人际关系 只在长期的关系当中 人际关系 不是的 最能训练人际关系的是 第一次见面的那个人 你怎么跟他相处 你怎么找话题 你那个话题怎么又不触脑他 又不去随便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不要随便问女生年龄 西方人除了不能问年龄 还有不能随便问信仰 他们对信仰是很看重 你要出国了 小心 你不要在外面 但是你可以让人家很自然的知道 我是佛教徒 你试试看看好了 西方比较有文化的家庭背景 出来的人 他对于你有信仰 就会尊重你 如果你跟他讲 你从来没信仰 他会很看不起你的 不论你信仰什么 我是指 当然是跟宗教有关的信仰 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信仰孙中那张票 五个小孩那张票 孙中三 你不要说信仰金钱 你不要跟他讲这个 西方人对于没有信仰的人 宣告自己没信仰的 几乎宣告自己是什么样 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你要知道 信仰是他们的道德来源 比年龄还严重 你要知道是这样 东方人 特别是华人 他不在意这个 因为华人有个儒家的人本思想在那里 所以为之天 为之生焉之死 敬鬼神而怨之 所以华人文化里头 没有信仰 其实还偶尔还被拿来炫耀 这个我常拿这个例子来讲 不好意思说谁 但我说了你大概就知道 我有定那个科学杂志 就是科学人这个杂志 科学人杂志里头有一位 当然还是你们贵台大的校的校友 后来当了政府的官员 他是做某一种研究的 不要再说了 说一定人家会猜得出来 然后他做这个研究 他有一次他在写那个科学人杂志的那个序言的时候 他就说说明现在科学在发展什么什么 都很OK 写得也很流畅 很白话很流畅 最后因为他谈到跟心灵认知有关 这样你大概猜得出来是谁了 他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写完了之后他就说 这个是很玄妙的 这个现在科学发展很不错很不错这样 因为有点玄 他最后就写了一句话 还好我不是宗教家 所以我对这方面可以更加客观 还好我没有宗教信仰 所以我对这方面研究可以更加客观 这种话在西方你会跟人家骂死 你要知道牛顿是谁 牛顿是根本就是一个神学士 牛顿三一学院是什么叫三一学院 牛顿大家都知道是三一学院出来的 读政治搞不清楚 读电机的人应该多少都知道 三一学院什么叫三一学院 三位一体 就三一学院 根本就是基督学院里头 三位一体 上帝 耶稣跟圣母玛利亚三位一体 圣灵 圣灵不是圣灵 圣灵三位一体 一体 所以叫三一学院 拜托 他本身就是领教会的薪水的 然后你说今天多少人 是拿他的研究做基础 在做基础物理学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Cujun 你去跟他讲 你去跟他讲 他是宗教家 所以他的研究不够客观 你会被他骂死 同样的 像这样子的观念 因为你在西方 你一定要有一个基础背景了解 好 这就讲到第三件事 人际关系 一定刚开始是投石问路 你才会把人际关系摸熟 这个人是怎么样子 你不清楚 你要投石问路 你才会知道 但问题是在这前面有两个 你一定要先懂 你才会安心的去面对人际关系 第一个是 你永远躲不开人际关系 第二个是 人际关系什么时候对你发生作用 你永远不知道 但是好的人际关系 绝对直接 甚至于长远来说 帮助你成佛 到这么严重 最高阶到这里 第一阶就是 帮助你过好日子 想不想不想信 你的教授帮你写 介绍信的时候 太多技巧可以写了 就好像我们介绍这个人 人家说 请问你认识这个人 认识认识 认识认识 认识 你觉得哪一种状况怎样 我都可以讲认识 声音高昂 愉悦 跟平和 中庸 还有低沉 无奈 你觉得你已经得到讯息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这就是人际 这就是人际 你到底希望人家介绍你的时候 或者听到你的时候 是这样 我认识他 还是我知道这个人 哪一种 你觉得你哪一种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人际 对你有没有直接效果 有 不要傻傻的 所以远 远道可以成佛 所谓的未成佛道先结人缘 到这么严重 未成佛道先结人缘 到这个严重性 先结人缘不就人际关系吗 是不是这样子 当然了佛法更神妙 他的结人缘也可以结二缘的结法 你懂吗 他是这样子 譬如说谁 释迦佛跟谁 跟歌力王 对不对 当年的歌力王跟忍入先人 就是完全结二缘状态 对吧 后来呢 后来歌力王变成释迦佛的舅舅 然后那忍入先人成了释迦佛 是这样 当年干了些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 那个什么 那个歌力王把人家那个 那个什么 那位老修行人给 剁手剁脚 够狠吧 他用这种方法建立人际关系 那是忍入先人能建立的 我们可以选 但刚开始没办法 因为你们立这个题目 很显然不想做什么 不想做忍入先人的 你们给我这个题目 为什么 你们题目是这样 这个第一次读心就上手 下面副标题是说 人际沟通的艺术与技巧 很显然你们怕人际关系搞渣 所以才有艺术跟技巧 但我要告诉你说 人际关系如果搞渣了 就佛法来说也不会太差 你懂吗 比如说歌力王跟忍入先人 就是人际关系搞渣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是啊 当然是啊 他被人家砍手砍脚 哪有人际关系 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就这样子 是吧 这是佛法 所以人际关系 如果即便是不好 你还有救 比如说你跟教授吵架了 所有的介绍信 他都不会写 你也别想找他写了 不写还好写了会更惨 你懂吗 如果是这样 那你怎么办 你要这样讲 你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忏悔 我技术 我的技巧跟艺术面不够 忍入心不够 或者惭愧 或者是怎样 或者手望一件事要惭愧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求三宝加倍 愿我将来成佛的时候 有机会度他 懂吗 就是转一下子OK 我不是说教话 这是真的 任何的恶元 在你已经成就道业 或成就道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都会变成你的逆真上缘 所以人际关系的好跟不好 尽量让他好 万一不好了怎么办 还好 转念就变好了 这样懂吗 你就想一想 你就想一想 当年歌力王对忍入先人这么不好 人家歌力王也借由这个机会 回向说将来度他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任何一个人际关系当中 你不可能预计人际关系都会很好 你相不相信 有人天生就是找你查的 有没有这种人 你们都没遇过吗 你们都没遇过吗 真的吗 你不觉得 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有人天生要找你查的 没有遇过吗 有没有遇过 有 有没有遇过 社长有没有遇过 没遇过 还好 太不幸了这样 这样子还没有免疫 这样子 人生应该还是要遇到这种人才好 你懂吗 你才会免疫 你懂吗 可见你还在多找一下 是这样子 真的 我没骗你 不至于 不至于 只要听我这个演讲之后你就不会堕落了 你专心听 你懂吗 这个演讲就会是你的救赎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人际关系你躲不过 你也非需要它不可 而且它直接影响你成佛 OK 听懂吗 那再来 人际关系当中 有一些人际关系是你永远没办法预测 没办法预计它 预计它会很好的 我说过有人天生就是挑你毛病的 第一种 还有第二种是怎样 有人天生 你就没办法跟他沟通的 我们先说这个 有没有 自己自首 有没有这种人 人生当中有没有这种人 肯定有 肯定有 多跟少 强跟弱而已 这个人对不起 我能够不跟他谈话最好 有一种人是这样 不一定他多坏 从客观来谈 这个人不是坏人 你也不是坏蛋 你也不是精神伪长 他也不是 但你们两个就是不对盘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没有 有没有 一定有 所以说人际关系 谈技艺